战场中大大的台湾字样 国客会带领台湾96家新创企业 辉军美国CS战 大秀AI软实力 将AI导入到棒球之中 未来只要靠一只手机跟APP 就能测到大联盟等级设备该有的一切细节 打击出去 姿势动作 击球方向 速度一览无遗 靠着软体提升表现 同时降低运动伤害 Rini设计都来自台湾 目前旅美好手郑宗哲 以及中职球星林子伟已经采用 希望能够让这些运动科技可以平民化 每一个人你只要享用 透过手机 透过B5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专业的数据 除了运动之外 也应用在企业级紧正端 利用AI辨识 犹如电影玩命关头般的天眼 只要一个影像 能够串联全部的监视器 让小偷无所遁形 如果你警卫用人的眼睛去找这个人 他会酸 眼睛会酸 他会miss掉 用AI他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他可以很快的帮你找到这个人 来到医疗领域 以往癌症必须开刀切片 如今台湾新创改变现况 未来只要抽血 透过半导体晶圆 以及AI运算 能辨识癌细胞 台湾组国家队让世界看见 世界进入台湾 让台湾的新创圈更蓬勃发展 从医疗运动再到翻译 台湾国家队将AI应用扩大到日常生活 前进美国的CS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除了半导体之外 强劲的科技研发实力 以上是三立新闻 去国文方玉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采访报导